這次不敗票 不掃街 議員參選人拿出紙筆 和選民邊問話邊記下重點 化成紀錄園 精心醞釀的是這一本 不走傳統選舉小物 打選站更要推廣在地文化 彙整地方人物小故事集結成刊 當成捐款回饋小物 封面更是跳脫清新形象 畫上濃裝紅唇 套上從來不穿的五袖衣服 把選舉感降到最低 創新思維質感小刊物 讓人情味大升溫 也走出另類亮點 同樣力拼在競爭中 殺出重圍的還有這個 通常黎明活動 使幾個參選人來拜票 但依托拉固的東西 根本帶不回家 同樣是競選品 有了這把其他人小東西 通通裝在一起 現在中元節有很多的扇子 一個人都大概手上五六隻 然後還有面紙 所以我們就自己設計了一個 講義夾 然後可以把所有東西 都通包在裡面 選戰步步倒數 參選人急破腦 想破頭 禮貧突出 要讓選民留下 嘴深印象 記者 謝文祥成為月台被參謀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